哇 現場的各位朋友們大家好 非常歡迎各位來到我們今天第八屆 這個國民紀紀錄片影像教育雜天計劃的記者會現場 我是主持人蔡燦德 阿德 那我先簡單的來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計劃 那這個計劃呢是一個階段性的 是要來推廣我們在學校裡面的電影教育 電影美學 那這個計劃從2007年就開始了 一直到今年是第八屆 那這當中的成果相當驚人 大家想都想不到竟然有超過7萬名的師生 參與過這樣的一個計劃 那從今年開始是由國家電影中心承辦 而且有一個非常有意思的主題 也就是電影教我的人生客期 那這一次呢到了這個校園裡面去參與的講師 這個師真的陣容非常非常的厲害 我剛才在後台我們在跟幾個朋友在聊的時候 大家都表示非常驚訝 像是有張艾佳導演 有益智妍導演 鄭友杰導演等等 還有呢這些電影導演的老師 就是王小弟老師 王導演 很多很多電影的專業人員呢 都會進到校園裡面去參加這樣的一個計劃 有三大活動 有中子教師培訓研習營 還有全國高中生電影演習營 也就是剛才這些同學們參加的 還有離島級偏遠地區國中小學深度電影 欣賞與實作活動 那從剛才的形象廣告當中 我們就可以看到 我們等於就是說呢 從全國的重點城市 然後一直到偏鄉的小學 然後參加的同學呢 從國小國中一路一直到教師 大家都是全程參與 一起來參與的喔 非常的感謝這個很難得的機會 那面具 那麼它上面是沒有五官沒有表情的 這代表說一個好的演員呢 必須要靠自己的力量 來給角色新的不同的樣貌 好 這四位首相呢 這四樣物品 稍後這個起跑儀式 會讓大家把這個東西貼在這個電影膠卷上 我等一下3 2 1 GO 大家就可以貼上去這樣 要不要先選好位置 都看好囉 都看好囉 好 位置先搶喔 等一下 3 2 1 GO 一起貼 貼完 轉過來給現場媒體朋友拍個照好嗎 預備 預備 3 2 1 GO 抵發界國片 近紀錄片影像教育扎根計畫正式啟動 我們請各位貴密來跟這個板子 來 我們讓 來 事先聽用一些 來 事先聽用一些 我們是 小虎哥 好 好 唉 行 好 沒關係